近日 人造肉第一股贝恩维特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首日便暴涨163 引爆国内人造肉概念股 15日 多个人造肉龙头股涨停 在人造肉第一股背后 拥有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 影星莱昂纳多 Twitter创始人艾文威廉斯等多个明星投资者 除了他们 李嘉诚和谷歌创始人Serge Byrne在过去十年里也投资了不少人造肉 企业 人类有数十万年的吃肉食 为何人造肉突然被商界大佬纷纷青睐 各种有何玄机 说起人造肉 估计很多人会说 不就是素鸡吗 其实 从发展历程及品类来看 人造肉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植物蛋白素肉 有主要以豆粉 豆魄 大豆蛋白 小麦蛋白等为原料 通过挤压膨化方法制取的传统植物蛋白素肉 如中国人餐桌上常有的素鸡 寺庙及周边素食餐馆的仿昏肉等 口感和肉类相差较大 还有以植物蛋白为原料制成的新型植物蛋白素肉 口感 气味跟动物园的肉类制品相差无几 代表产品有Bay and Week食品公司和Impossible Foods 食品公司的素肉汉堡 另一类则是细胞培植肉 从动物身上抽取干细胞 把它扩增培养成肌肉细胞 并且分化成肌肉纤维而成为的肉 美国普渡大学农业与生物工程系食品工程博士云无新介绍 为什么要生产人造肉 市场数据显示 近年来 全球肉类供给整体呈现上涨趋势 传统肉类供应充足下 为什么还要生产人造肉 科兴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凯介绍 欧美国家动物蛋白摄入过多 尤其是高脂肪 高胆固醇红肉还被定义为一类致癌物 因此有些人希望用植物蛋白替代 同时 一些消费者从环保 动物福利等角度出发 认为应当减少饲养 屠宰肉用动物 这些社会因素催生了大量素食主义者 刺激了植物蛋白需求 人造肉随之应运而生 中凯说 国家大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党委书记 韩建春也认为 人造肉是伴随着食品加工技术进步发展起来的 消费者逐步认识到食素对健康和环保的益处 素食主义近年来极为流行 一大批国外企业推出了素肉汉堡 素肠 素肉饼等产品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形成潮流 生产出的人造肉在营养和口感上 能否比对上自然长成的传统肉类 韩建春表示 自然界肉类的营养主要体现在人体健康所必须的蛋白质 脂肪及丰富的氨基酸上 向人体所需的氨基酸有22大类 其中 酸氨酸 色氨酸 量氨酸 赖氨酸等营养成分 人体自身无法合成 需要从动物肉类食物中获取 动物性蛋白所含的营养成分是植物性蛋白所不具备的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范志宏认为 理论上讲 普通肉类所含有的蛋白质 矿物质 维生素等 人造肉是可以通过调配达到的 所以人造肉能实现普通肉类大部分营养效果 不过实际上 还是要看商家的配方和工艺 在口感上 天风证券分析师武力指出 人造肉距离真肉仍有差距 即便以好调味 好上色 可塑性极强的大豆蛋白为原料 混合肉也难免存在着口感不够好 麦香不够佳等问题 而且现在的人造肉形态主要是碎肉形态 尽管有些可以模拟出动物肌肉和脂肪的口感味道 但并不能模仿骨头 筋膜等的口感 人造肉能放心吃吗 人造肉是否安全 对人体健康会不会有影响 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范志宏告诉中心网记者 人造肉加工技术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 只要各个环节符合食品安全的规范 在安全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我们只能证明人造肉能吃 没有长期使用的证据证明它就比传统肉类好 虽然营养上没有太大问题 但会不会得什么病还需要长期的研究和调查 他补充道 钟凯叶表示 以利用动物干细胞制造的人造肉为例 人工培养的肌肉细胞 其培养液的成分 培养条件完全可控 所以从理论上讲 比饲养动物更安全 但即使无菌培养 也要防止微生物 病毒污染 动物有免疫系统 但人工培养的没有 因此人工培养的肌肉细胞在培养液里应该也有抗生素或异菌成分 否则一旦污染 会迅速增值 导致产品全部坏掉 会不会替代传统肉类 随着人造肉的发展与普及 是否会替代传统肉类 羽王蛋白公司总经理李顺秀分析称 从目前世界范围内肉类供求格局看 传统肉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 且目前植物性素肉技术还不能模拟多种肉类 素肉推广仍然任重到远 对传统肉类的替代性作用非常有限 国经证券分析师原委也认为 人造肉距离规模量产还有较长一段时间 从我国猪肉消费习惯来看 冷鲜肉还未普及 人造肉更需要时间 同时细胞培植肉成本昂贵 规模量产也无法实现 此外还包括技术法律道德 食品安全等诸多问题原委分析 人造肉行业发展前景如何 对于人造肉未来发展 无力持乐观态度 城市化 人口增长和中产阶级崛起 导致肉类消费量增加 如何可持续的养活后代 人造肉是一种解决方案 畜牧业产生的肉类会消耗土地等资源 如果从植物中获取蛋白 可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消费者健康意识不断增强 正寻求更健康的蛋白质来源 越来越多替代食品创业公司也在应运而生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也告诉中新网记者 虽然目前来说 人造肉只处于倒入的阶段 但依托消费升级以及大健康人群的刚需 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应该是非常强的 据美国市场调查咨询公司Markets & Markets的研究报告 2018年全球肉类替代品市场约为310亿人民币 预计将每年以68%的负荷增长率增长 到2023年将达到440亿元 与此相比 全球肉类消费约9.5万亿元 如果人造肉的渗透率达到1% 那么市场规模将达到950亿元 虽然看起来前景广阔 不过在中国这个大市场 人造肉有可能碰壁 从肉类消费情况来看 中国的人均肉类消费量仅为美国一半左右 而且在中国 早就有更适应中式烹饪的素肉存在 中凯表示 尽管之前在一些消费者盲测中 人造肉的表现让很多时刻感到意外 吃起来不亚于真肉 但以目前的技术 肌肉纤维 肌肩脂肪 节地组织等带来的咀嚼感 几乎无法模拟 因此人造肉还仅限于肉饼 肉馅 肉丸等 爱吃肉的人不会吃它 想吃素的人可以直接去素菜馆 而且为了平衡口感 人造肉的脂肪含量并不一定比真肉少 这样的人造肉有多少人会吃 中凯指出 你会吃人造肉吗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